大家好 好久不见 我又回来了 先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来年事业有成 废话天达 当然了 这个废话天达的同时 不要忘记我 给大家道个歉 前段时间呢 大概有将近一个月了吧 没有怎么更新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工作上的事情比较多 毕竟年底了 比较忙 大家懂的互联网公司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感恩我的书稿 书名叫Spring Cloud 与Docker微服务架构实战 大概呢有14张 这是Word的版本呢 可以下一下 这是脑图 然后1到3张是入门 4到11张是Spring Cloud 12到14张小Docker 然后第11张呢 算是Spring Cloud的一个总结 比如说常见问题啦 遇到采到的坑啦 然后定位问题的一些小技巧啦等等 然后配到原码呢 已经放出来了 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目前放出来的有62个Demo啊 Docker章节的还没有放出 主要还没整理好 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了解最新的这个动态 或者看看我的博客里面总结了一些Spring Cloud的 常见的坑啦 等等等等吧 好 印广告打了 估计有两分钟了 希望不会大家影响 希望不会 呃 造成大家的反感啊 好 我们回到正题 这节课呢 我们来讲Zo的过滤器 Zo的过滤器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组件 但是呢 Spring Cloud的文档里面 就写了这一这这一段 说怎么样禁用Zo的过滤器 那怎么样去编写Zo的过滤器呢 这个过滤器跟那个Servilator的过滤器 可能不大一样啊 就我我 我们 来对比一下 Filter JavaX 我们之前说过滤器 一般都是指的这个Servilator的过滤器 对吧 JavaX点Servilator点 Filter 我们这几个讲的呢 是Zo的过滤器 叫Comp Comp.netflix点ZoFilter 功能上其实区别不大 好 那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过滤器有哪些种类 Zo的过滤器是有好几种的 它不像我这个Filter 对吧 你自己写个 Unit啦 什么DoFilter啦 Destroy就OK了 好 这个呢 是我的书稿 我直接拿出来 念一下吧 Zo的过滤器 大致上有四种 这四种 Pre Routine Post和Error 然后它的 请求的生命周期呢 一般是 Pre 先执行 然后Routine 再执行 然后Post 再执行 最后Error 让你也可以去定义你自己的这个过滤器类型 那Pre呢 是说你的这个请求被录游之前 也就是做请求别的微服务之前 这个时候去执行的 然后你可以利用用来这么玩 然后Routine呢 是请求过程中的时候执行的 然后你可以这么玩 Post是请求录游到微服务之后了 然后这时候你要做一些处理 你要添加一些header 或者是怎么样 你可以这么玩 Error的话是 Pow异常了 或者是怎么样了 你可以这么玩 当然了 你还可以自定义 过滤器类型 然后比如说 你可以定义一种 叫Static类型的过滤器 然后 随便你这么玩了 不一定是Static了 你还可以定义一个叫Dynamic的 类型的过滤器也行啊 好 这个就是Zor的过滤器 它当然有这种 这几种类型 然后它的生命助器 当然是这个样子的 那 我们 我这边找了几篇拓展阅读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篇是这个 叫 Teach Blog Netflix Come 然后这个 这个UIL 在这边呢 讲的非常的详细 这个语法是groovy的 不是加碗的 Zor是支持用groovy 去编写Filter的 OK 然后 这是其中一篇了 你可以了解一下 讲的非常的详细 但是呢 非常费时间了 然后所以我就 不讲了 因为意义不大 另外一个呢 是在这里 这边 当然也是跟我的书里面差不多了 也是这么玩的 然后就画了个这个 讲的就稍微 不是那么详细 好吧 好 那我们 还是按照老的套路 我们来编写 一个Zor的过滤系 对吧 理论跟实战 还是有很大 差异的 对吧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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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我发现啊 我的这个笔记本 真的得换了 太卡了 我们来写一个Zor过滤器 叫Pring Zor Filter Extends Zor Filter Jer1 这个ShedFilter 是 意思是 你要用这个过滤系吗 它会事件判断一下 你配置成Force的话 这个Filter里面就不走了 Run的话 是你这个Filter里面的具体逻辑 这个Filter Type呢 就是刚刚说的 你的类型 我们写成Pree 好吧 Filter2代呢 是你的这个执行的顺序 数字越大呢 越往 越靠后 我写成1吧 随便写 那我们 问题最关键的 就在这个Run了 对不对 我们不妨来参考 咦 我们不妨来参考这边的这个代码是怎么写的 这玩意 get request的对吧 get 打错吧了吗 没错 get current request the current context 然后 get param get request 然后这样呢 我就获得了这个 我获得了这个 sevlet request get param get get get什么呢 get黑点吧 也不好 get a remote host吧 好吧 看一下他请求 想请求哪里 h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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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写个logger 卡 卡 卡 LockerFactory GitLocker 搞什麼? OK OK Info 請求的host host 然後這邊你可以反昏的啊 隨便反 無所謂 好 我們起 起 Eureka 好 沒問題 差不多 起User 這邊 已經算了 起User 這裡 禁止 假 對 這 很多 還要 試家 我覺得 我去做 这样应该是 没有用的 我忘记加注解了 尴尬呀 加注解 再来 打开电影 OK 这样是吧 好 来了 对啊 看到了 然后发现 打印的是 后次的是这个 打开电影 UserE 请求是正常的 然后请求的时候呢 你可以经过这个ZeroVeter 然后你可以打印这个host 那么我们再做一个测试 把它变成first呢 为了让测试更有说服力 我把这个Zero重启 好 现在代码有一号还没改 再来 对吧 我就看不到它打的这个日了 这边就不过滤了 就这个Veter它也不走了 那我这边只是写了一个 史上最简单的这个ZeroVeter 那如果我想写些复杂的怎么办呢 我有没有什么参考呢 对不对 有 在 找一下 在这里 在这个包里 Spring Cloud的Netflix Core 这个包里呢 有个Zero 这里面有个Filter 这个包 Post和Pray 都是 Spring Cloud为Zero增强的 这个一些Filter 比如刚刚我们写的这个 最简单的Filter 其实跟这个DebugFilter 有点类似了 它这其实也是类似的 这么玩的 而且它对这个Filter 这边做了一些控制 对吧 你可以去配置 这个Debug Parameter 是True 是True 如果是True的话 它也给你反过First 反过True 否则就不过滤 对吧 然后Run的话 也是一样的 可以配着这个什么DebugRouting 和DebugRequest 同理还有这个Post PostFilter 你可以进行一些参考 好吧 比较简单 我就不演示了 好 这节课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